好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户外给大家做节目啊 来个新鲜一点的 今天呢这广州这边特别冷 我出来了这边外面吃吃烧烤啊 然后他们在做那些吃的时候 然后我就偷闲就出来这边拍个节目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投资股票 对吧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多那些事情发生啊 然后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包括现在市场的情况啊 还有我一些对市场的一些判断啊什么的啊 因为很多人最近都比较迷茫啊 这个基金究竟该不该卖 然后包括自己自己拿的那些股票怎么办 包括这个如果这个什么加息了又怎么样 那我这一节就全部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先讲一下呃那个加息的影响 有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呃他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那些公司的股票为什么加息了 比如说什么美国国债收益率提高了 为什么中国的股票会跌啊 啊这个其实是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觉得 那些北上资金 他们都是美国过来的多吧 还有欧洲的来 然后呢觉得他们那边利率低 所以觉得他们愿意 接受那种呃年化百分之十的成本去炒股 接受这种收益 所以呢他们给的折现率啊就收益的长期折现率 可能就只有给个十个点以下 甚至是七个点这样 所以就呃 把那个之前的股票 炒的比较高 加上之前那个趋势向上嘛 呃是大牛市那个趋势嘛 就最典型的就炒那个通车医疗啊 安景食品这类 包括海天酱油 为什么之前能够炒200块 就因为觉得哦 啊我买这个海天酱油 只要长期拿着这个折现率 给个七个点八个点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合理价 那就可以到200块以上 对吧 所以为什么之前炒这么疯 但一旦 看到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那边 啊 这个收益率一涨了 那他大家就会觉得哎 不对 有一些钱 他就会走了 因为那些钱 他觉得哎 我国债那边长期有个 有如果有个三个点的话 那你这个对这个风险补偿的收益率就要提高 比如说折现率要提高到啊 12个点13个点甚至是15个点 对吧 如果你是说想着像巴菲特那样长期20% 那股票还得大跌 懂吧 因为你这个长期收益率跟你的买入价有关的吗 如果你的折现率 提的很高 提的很高 比如说15个点20个点的话 那你那个股价就要跌很深的啊 知道吧 所以呢这个 所以为什么那些 看着估值很高的那些股票 对这个加息的敏感度特别高 他主要就是这个估值模型 他之前炒到高位呢 大家都用这个比较低的贴线率去计算这个公司的估值了 懂吧 然后啊为什么那些银行股之前有涨呢 是因为银行他本来的他那个市净率本来就不高 就高的最贵的像招行和宁波银行那些也就二点几倍 然后他们市盈率十几倍 那一般来说这种呃十几倍市盈率 然后增长还有个10到20的那些公司呢 对这种呃利率的上升 对他的估值影响本来就不大 然后呢 因为大家觉得会不会美国那边呃利率上升了 中国这边也可能加息 所以呢他就会提早去炒那些银行股 懂吧 但其实这个也是有点炒概念 因为你到今天为止也不知道会不会中国这边也也有这个国债利率上升 因为去年是有一段时间国债利率中国这边上升 但股市一直在涨就a股啊 我说a股一直在涨 所以这个也不知道也没有体现出这个估值下跌 所以这个美国这边呃国债收益率涨了 然后这边跌 我觉得最核心还是因为这个a股的泡沫太大 说实话 就如果按照一就那个2月18日最高价那堆股票 比如说什么通测医疗二额眼科 啊就这这这类啊 这个就估值特别高这类股票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顶部 就呃没有个几年时间都不可能随便突破了 对吧 就这可以把这个话撂在这里 那很难突破 因为除非这个利率又大幅下跌 然后大幅放水 然后大家的那个风险偏好上升 觉得又给什么贴线率很低又可以炒的话 那就可以快速突破 包括那个什么基金发行能够快速爆量 那也可以 但现在目前为止 这些所有的这些基本面 包括资金面 情绪面 估值面 对吧 都不支持的话 那这些股票他就 没有那么容易说随时再大涨回来 好吧 首先先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估值这方面 然后那什么股票对这些不敏感 就是估值比较合理的股 这个就是为什么解释了美股那边 为什么科技股不跌 为什么美国国债收益率涨 为什么美国那边 反而那个股票没怎么跌 就跌的很少 对吧 你去看那个谷歌啊 脸书 脸书还在涨了 谷歌其实也就跌一点点 其实也没有跌 说实话一直在高位亮着 因为 因为如果你去算他的那个估值的话 包括静态的长期的算出来都不贵 就就怎么说 就哪怕你那个国债收益率在加 我说实话 如果你加加了5个点 他也不会跌的 说实话 就美国国债收益率长期 比如说5个点 我相信这个什么脸书啊 谷歌这些也不会跌到哪 因为因为 就你已经用贴线率贴的比较高 他的股 他都是值这个价的 就是有一些 比如像特斯拉可能会敏感一点 因为特斯拉 他相当来说 因为现在他账上面能够看到的现金流 毕竟是少的 大家是预测他 可能以后的现金流增长 比如说每年50%这样负利的去翻倍 甚至不止50% 可能是翻一倍两倍这样去 所以他相当来说 就大家不是说很清楚 究竟怎么算他的公司值多少 也不知道他以后的爆发力多少 所以这种股票波动会特别大 清楚吧 因为他不是一种垄断的公司 因为特斯拉 你也知道他是 之前从来都没有赚过钱的 最近两年才那个现金流转正 那这样的话就很难测算出他 值多少 他不是稳定公司吗 你像有一些稳定的 比如说美国的啤酒公司 像 对吧 一些一些什么星座 星座公司 包括一些做那种零售的 比如说像加德宝 这样的 这样的话 你你比较容易算得出他的那个现金流 因为他以前一直都是现金流 稳定增长 最近还有一点爆量 而且这个经济恢复对他也是利好 所以这些股票 你比较容易算得清楚 他的那个估值和现在的利率的关系 敏感度究竟有多少 这个利率提升多少 对他有没有影响 你大概能够算出来 清楚吧 所以呢 为什么美股他跌了少 和这方面是有很大关系 就是他本来那堆股票 涨幅不大 你看那个加德宝去年没涨多少吧 其实 每年就涨几个点 所以他也没有这种获利筹码 特别丰厚的情况 但反观过来看我们A股这边 你你包括最近跌了很惨的 比如像力讯精密 比如像那些医药股也好 什么药明生物 为什么药明生物 药明康德 这段时间也都跌了多 也是因为之前炒了 就短期涨幅也大 对吧 基金抱团也特别厉害 这些都是基金抱团的 对吧 然后估值也是相对比较高 然后你静态看上去高 对吧 虽然说以后的爆发力很强 但他对这个利率还是很敏感的 就除非他的估值 再往下杀一些的话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就抛压会相对少一些 你在现在目前的位置 如果说在利率加 他们还是会跌的 我就把这个准确的信息 就告诉大家 就为什么机构会抛 机民其实他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机民其实是被动 跟着市场的 就跌了 他们就恐慌去卖 然后涨了 他们就狂热去买 但是究竟这个公司大概值什么钱 在一个什么范围 其实买基金的人 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不知道 对吧 我改相信你现在买基金 有几个人说研究这个公司值多少钱的 包括那些买白酒呢 你看那个支付宝上面 买那个招商中正白酒的那堆机民 对吧 有一千万人 这一千万人有多少个真的是为了长期投资的呢 我觉得百分十都没有吧 对吧 都买了 如果你真的为了长期投资 可能你也不会在最近这段时间买吧 你可能都是在 你以前比较 暗淡就比较低的时候才去买了 你像我买古井贡酒 都买了很多年了 你像之前那些高位我都没有说去伸手去加仓了 不会的 我我在以前 都给大家讲过 我说2021年古井贡酒我的目标价就到180块 但你这个 你这个目标价 对吧 去年就已经炒到295了 那那180以上的我都不可能买入的吗 怎么因为我的合理目标价在就到今年才是180 是这样的 你想想你透支这么多的话 那肯定 而且叠加去年他没有怎么增长吗 因为去年有疫情 他的子品牌像黄鹤楼那些都在武汉 所以他公司其实没有什么业绩增长 不过当然他也赚钱的话 赚不少钱 只不过他没有业绩增长 那今年会增长 今年再算 我一般的对这种一年不怎么增长了 我不是很关心的 我是比较在乎这个公司长期的 因为长期的增长才是决定这个公司的价值 并不是短期 你短期增长爆发了 百分百了 明年又负增长百分五十 那没有用 对吧 最重要就是你长期赚钱 然后你的债务安全度也很重要 如果你突然像华夏幸福那样 对吧 每年分红几十个亿 你像华夏幸福去年分红个是五个亿 突然就还不起钱 那不行 那公司就已经资金链断 然后就被清算了 根本就可能就 很可能就打折一文不值了 反正就大概给大家讲那么多 首先先讲这个利率 这方面对公司估值 包括这些影响 好吧 像美股为什么 风险低呢 就主要是因为他估值低 我说实话 他大部分那些龙头啊什么 那些蓝筹股啊科技啊 那些他泡沫很小的 他其实就有个别一些公司 估值高一些 好啊 我先接个电话啊 这一节先讲的是 这是什么 因为我还得吃上羊呢 你还要吃上羊呢 你还要吃上羊呢